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卫 今天我跟大家聊聊我对菲律宾人的印象 说我的印象之前呢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菲律宾遇到的一些事情 我刚来菲律宾的时候 因为对这边不熟嘛 所以会经常会问路 每一次就问路呢 他们的当地人都很热情的会回答我 有时候有语言不是 有时候语言不通嘛 他们就会还会甚至很热情的 把我带到那个目的地 真的蛮感动的 还有我们就是有一次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碧瑶上英语课嘛 那个英语课上完了都 都是四五点钟了嘛下午 四五点钟了嘛 他们雨季嘛 都是三四点钟开始下雨 所以四五点钟的时候下雨下得很大的 就是每次打车也挺不方便的 有一次我记得那一次忘记带雨伞了 就打车 就是我是一般的都是那 就是靠马路边去打的嘛 那一次就是没有雨伞嘛 就只好站在那个我们那个 这个这个大就是英语学校那个大厦 那个边上那个水果滩那里打嘛 那里站着嘛 就不是站在马路边嘛 就很难打到车的啊 后面就是我边上有一个跟我一起站的一个女孩 一个女孩子嘛 他那个好像他是在等他家人来接他的 后面他家人来接他了 他穿好雨衣 他准备要走了 他把那个雨伞给我了 他说你这个雨伞挺需要的啊 这样打车 我说谢谢 这个我也 我就挺难为情的嘛 因为我也不认识上 他说你拿去没关系的 你明天过来你就放在这个水果摊这里好了 我跟他认识都不认识 他把雨伞就借给我了 哇我真的挺感动的啊 后面就是 我们就是买来车嘛 就喜欢到那边转来转去啊 随便转嘛 有一次我们也是下午的时候转转转转 转到三四点钟了也下大雨了嘛 现在雨一直下得蛮大的 后面看看看到一条乡间的一条路嘛 就前面就没有了 就断头路了嘛 断头路了 哎那就下雨嘛 就是四五点钟了 天也有点黑了 哇那在掉头的时候 一不小心啊 就那个套路啊 那个往后面一退 那个平时呢 应该是不下雨呢 应该是没事的 下雨了嘛 那个草地嘛 就松软了嘛 那么我刚开始嘛 也没经验嘛 就是油门好像踩得太大了 其实掉到这里油门轻踩了 马上就能出来的 油门踩得太大了嘛 这个轮胎就陷进去了 哇陷进去了 哇在那里 我怎么弄都弄不出来了 反正陷进去就弄不出来了嘛 弄不出来了 哎这怎么办 弄了一个把小时了还弄不出来 哎我想哇这天气越来越黑了 前不着趁后不着电了 我怎么办呀 难道今天晚上要在这里过夜了 我正在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 突然我看见前面有一个人过来了 大概年纪跟我差不多 也是反正蛮瘦的 我就感觉看到救星了 我打发过去 我说哇先生你是那么黑要不密啊 我说能不能把我车子剥削一下 他当时看看我 又看看我车 那好像就是 哇雨又下那么大 哎他好像没听懂我说话还是什么 后面他走了 哎我想也是啊 下这么大雨 叫人家帮忙也挺不好意思的 这雨啊还下得那么大 然后他就走了 走了哎那我也就在车上等吧 哎呀这没办法嘛 就在这里过夜了 后面哎过了大概十来分钟吧 没多久那个人又回来了 他后面还好像还带了三个小伙子 大概十六七岁的 大概几个小伙子 哇他说哇来给我推车 哇那个给我推车 他给我推了大概十来分钟 才把我推出来四个人 哇那个我下来看 他们雨下都太大了 把他们都打湿了 哇我真的是感觉好感动啊 太难为情了 我后面说我说太感谢你们了 我后面包里面拿了一千匕首出来给他们 哦我说哎哟我也没什么东西 好感谢你们了 是那个他们他们都不要 后面我硬塞给他们了 哦真的是太感动了 不然哦真的是晚上啊 真的是前不着真后不着店的 那个地方过夜的话就完蛋了 真的是哦 所以啊我在这边真的待了三年 感觉菲律宾人都蛮热情善良 挺乐于帮挺乐于助人的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再见